福岛核污水排放的问题咱前面聊过一次 最近小日子那边爆出来 成立一个800亿的专项基金 用来补贴福岛地区的渔民 咱这边的发言人直接就说了 这就是封口碑 你要是没污染没问题 干嘛要给钱 我们要知道日本往大海里倒核污水 全世界抗疫最凶的 就是他们自己人 福岛当地老百姓 他们生活在那里 李超没超标对人有没有危害 当地人最清楚 所以日本政府只能掏钱出来 别倒是了 一人发点钱算球 在给福岛群众发钱之前 日本也找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据说花了100万欧元 请了几个专家写个报告 表示福岛核污水达标 可以向大海排放 其实就是想找个背书 你看你看 专家都说了能往大海里面倒 但是这报告一出来就有人指出 里面错别字都没改 你要说这是国际专家两年时间研究出来的 我宁愿相信那是花100万欧元买来的 估计拿了钱 直接找CHATGBT写的 而且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咱中国也在里面 我们的代表在6月5号就指出了 报告有问题 按照日本人的说法 它的核污水都经过了ALPS 也就是多核速净化处理系统处理过 但是130多万吨 如果用小东阳的说法 你得花30年的时间才能处理完 怎么可能现在就满足排放标准呢 更何况ALPS系统无法净化所有核元素的 小东阳自己都承认了 处理之后的水 色丝多种元素依旧超标 而放射性元素刀更是无法净化的 那很多人也很纳闷 小日子为啥铁了心 要把核污水往大海里倒呢 有那么多钱给风口费 不如拿这个钱把污水处理了嘛 原因也很简单 处理这些核污水 要么花费巨资 远不止几百亿日元这点小钱 要么对自己危害很大 坑害小东阳下一旦 只有往大海里一到 哎呀成本又低 对自己危害又小 是妥妥的祸害别人 转嫁风险 自私自利的行为 2020年啊 日本的相关专家就给出过很多方案 比如住地下 深层掩埋 这等于就是祸害自己嘛 比如蒸汽排放 清气排放 成本又太高 动辄几千亿的开销啊 东京电力和日本政府都不愿意掏这个钱 哎呀那思来想去最后选择了往大海里倒这个方案 毕竟水龙头开一开 不要杀成本啊 洋流一冲 污染的又是全世界 要死一起死 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方法了 也有老铁说啊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默许小东洋往海里倒 为啥咱中国非要抗议呢 好我们来看看隔壁韩国是怎么默许的啊 虽然他没有反对日本往海里倒核飞水 但是禁止进口福岛海产品呢 不反对 是政治筹码 但我自己不吃 是为了保密 总而言之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福岛河污水真的没问题 符合引用标准 你大可不必往海里倒呀 咱也不勉强你日本人都喝掉 来你自己挖个坑把水倒进去 做个游泳池 总不过分吧 哎呀连坑都不愿意挖 那福岛边上还有个大湖呢 130万吨水完全装得下呀 你也可以倒进自家湖里 千方百计要论证自己的污水没有危害 又千方百计要往海里倒 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呀 当然我最不理解的就是 网上还有今日分子 咱中国人在那替小东洋说话 哎呀人家国际原子能的专家都说能到 你还能比专家懂呢 这种二鬼子啊 你要真替太君着想 哎呀你大可以去福岛吃吃海鲜啊 对吧顺便干一杯河污水 原汤化原石 说不定外务省还有一笔钱是给你的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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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